其实就是树袋蛇繁殖第一季度的最后一期视频了 这窝蛇繁殖的时候我不在家 然后我每天都在问我妈妈 生了吗生了吗生了吗 后来都给我妈问到气到骂人 最后终于生了 然后呢这窝其实生的不是很多 但是我自己也是比较满意了 因为毕竟是头一胎 一般头胎的话生的都比较少 但是好在什么呢 好在他这窝质量都特别大 因为一般人繁殖的白鸽子 我看他们的体重普遍都是2到3克 而我这窝白鸽子的体重已经达到了3到4克 就是特别大 特别健壮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 因为我本地有朋友要了一对嘛 他拿回去之后跟我说 如果不看月份的话 可能觉得他们都是一般大的 就是真的很大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出生当天的 那个影像资料 就是很大 就比如看这一条 就是当他从这个滑道爬过去的时候 大家就能看出他那个体型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特别的好看 而且这窝开始的也是比较顺利 一般回去就开了 吃了很多小鱼 然后呢 我自己呢 是拿出去了一对 跟沈阳的一个爬友换了 来换了一下雪 自己又留了几条 自己又留了几对 总的来说呢 我今年留了树袋蛇 留了很多很多 因为我是比较喜欢这种物种的 然后呢 这段视频呢 其实都是我妈妈帮我拍的 因为我还没有回家 等我回家的时候 我才一条一条的把它们捡出来 然后就是很多的蛇 现在呢 这段视频 我刚说错 现在这段视频已经是我拍的了 因为已经开始跟伸手抓了 然后呢 就是到处在石头峰里 草堆里找苗子 就是这个日常 然后呢 我先把这些防震植物都拿出来 这些防震植物 大家 嗯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真不真 反正我觉得很真 毕竟是我自己选了 很久才选到的 一些各防震植物 然后呢 我是建议大家 都给一些大典的环境给造景 不要让树袋蛇养在抽屉里 树袋这种活跃的动物 不适合一只羊在抽屉里 然后本来的话 就是很多人嫌麻烦 就只给他们吃鼠 对于他们身材就不是很友好 对于他们的身体健康也不太友好 再给一个小抽屉的话 那就真的很不友好的 然后呢 我就把这些石头捡出来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我这是不同的植物搭配的石头 也是不同的 这个大家就自己在野外观察一下就好了 再就是把我这小人渣盒打开 然后把这些小苗子都抓出来 这些小苗子还是 我抓了那么多回头 我还是不太敢抓 大家看右边那条小苗子 就是想从外面跑出去 但是被我拦回来了 后续抓的时候跑出去了好几条 但是都被我找回来了 然后呢 就是这种 就是这个场景 就是像幼儿园小学生逛学 我在接小学生一样 就是满箱子抓小蛇 一抓抓好多 一抓抓好多 就是你看 就是很小 像小蚯蚓一样 但是跟同龄的比较有很大 现在呢 就把他们都抓出来了 一共生了是7对 就是14条 他们都很乖 你看我把盖茨打开之后 他们像被定住了一样 就这么趴着 然后要窜 所以窝窜窜 这是我给他们布置的一个新环境 之前的那个环境 我不太喜欢了 定期的给你的蛇换一些环境的话 是有利于他们生长的 因为他们可以不断的探索新环境 就像你们人不断的换新房子住一样 但是当然肯定人跟蛇不一样 有人就喜欢老房子住到头 然后呢 就把这些小蛇都放回去 白坏的蛇的话 我建议大家是可以不用给他们照灯的 如果说颜色的话 可以给他们一个全光谱的灯 嗯 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 然后一定要利用好空间 上中下层环境都要把它利用好 然后呢 他们就可以让他们在这里面熟悉环境了 据我自己的做了对比实验发现呢 有造景环境的树袋蛇更适应环境 然后开始也更快 持育也更旺盛 没有造景环境的呢 它的相对来说吃的也慢 然后胆子也比较小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我刚才放进来的时候 并不是把14条都放进来 我只是放进来的7条 因为我把母都放进来了 然后工的我是单独拿出去做的对比实验 这个呢 等将来有时间 我会写一篇专栏 专门向大家讲解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发现的就是我自己讲这几个 讲这几个亚种 还有什么乱七八糟都做过实验 它这个特点是比较明显 比较突出的 因为我个人是比较注重环境的 大家都知道 然后呢 在给这些小蛇找新家的时候呢 我也会倾向于一些有环境的人 然后呢 当他们把这些小蛇接回家之后 他们是公母养在一起的嘛 所以呢 就是在有环境的条件下 他们公的食欲也会慢慢的跟母的一样旺盛 然后呢 大家正好可以趁这个视频 看一下这个白鸽子跟其他亚种的比较 真的很大 相对来说吧 鸽子经过驯化的代数比较多 所以体型的话 实际上是没有其他亚种修长的 要短一些 但是相对开始会容易一些 好了 就讲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 by bwd6